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網絡上就封傳了一條消息 說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原來有個兒子 而且還安排了移民去加拿大 當時胡錫進很快就在微博上反駁 他就說他其實只有一個女兒 是地道的中國籍 而且在北京做上班族 他還說自己很想有個兒子 結果真的有人要成老虎之美 在網上弄了一個出來 不知道這個兒子是中國純種還是混血 當時胡錫進是否認了這個說法 但是昨天 海外華民媒體《看中國》 採訪了鳳凰網前記者張真瑜 我查過張真瑜是真有其人 而且以前真的在大陸媒體擔任記者 所以他這次實名接受媒體採訪 他到底說了什麼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張真瑜說到 胡錫進 自稱是一個紮筆桿子的無產階級戰士 但是在於他來說 有三件事是怕的 第一 就是怕人家公開他的財產 第二 就是怕人家公開他的家庭 包括了他的兒子在海外上課和移民的情況 第三 就是怕人家揭他的黑歷史 這位張真瑜繼續說 胡錫進一直否認他的兒子在外國 但是他們做媒體那幫人 都認識到他身邊的人 有時候跟他身邊人聊天的時候 那些人都說 老胡的兒子在加拿大不錯 偶爾飯局的時候 大家就會拿他出來笑 你想想 如果一個這麼左的人 認為共產黨是這麼好的人 突然把他的兒子放在外國 對大家來說也是一種笑話 很多媒體人都是拿胡錫進去笑話 這個張真瑜就是這樣說 好了 至於胡錫進曾經公開闢謠 張真瑜就說 他肯定不會承認 肯定是污衊 他就舉例 說薄熙來當初被人爆 說兒子在美國用他的錢去花天酒地 薄熙來也是不認 張真瑜還說到 胡錫進是典型的 人前一套 人後一套 把兒子送出國 因為他認為兒子和錢 去到外國會更加安全 先不說他到底是否真的有兒子 張真瑜就說到 說中共有些高幹子弟 走到美國 就不是因為認可西方價值 而是因為覺得 在西方的文明世界裡 他們的錢和自身是安全的 這個正正就是 為何大陸這麼多貪官污吏 是要做裸官的原因 就算自己走不了也好 都要安排自己的家人和財產 是移送到外國 走人兼走資 就是因為貪外國有一個健全的法制 能夠保障得到財產和性命的安全 就是因為如果全部都留在大陸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生命、身家、財產都不保 所以這些裸官 好心就不要口口聲聲地走出來說自己多麼愛國 實際上無時無刻都在想怎樣交腳 這種情況不僅是大陸有 香港也一樣有 有這些裸官的 一定要打擊裸官 裸官根本就是不可信任的一個群體 自己的老婆子女全部都送到外國 加入了外國國籍 財產也在外國 然後在香港搞什麼國民教育 國情教育 國安教育 有沒有說服力 請問 將所有財產調回來香港 而且所有高官不僅要他本人放棄外國國籍 還要他的家人也要放棄外國國籍 否則根本就是留一條後路給自己 到他不工作的時候 他可以照樣 以依親的辦法 走去外國那處定居 所以這些完全是不得的行為 說回胡錫進 胡錫進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個兒子在加拿大 之前一直是網絡傳聞 胡錫進就曾經否認過 但是這次有一個前黨媒的記者 走出來實名地說 如果不是有這件事 胡錫進也應該在微博上再反駁一次 最後張真瑜就這樣評價胡錫進 他說 胡錫進如果不是因為體制裡 帶來的各種便利或者是後門 他的人生根本就不可能有捷徑可走 胡錫進就是一個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黨媒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報導真實新聞 胡錫進根本不會關心調查貪官貪了多少錢 也不會關心百姓的疾苦 只是為政黨服務 從而保持著他的既得利益 但是胡錫進在黨內部也是不討好 因為這個人說話的兩面性 即是說完之後 左鬥右鬥的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他在官場內部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 而且醜聞也很多 不如說前陣子就被人爆出 說他的團隊的旅遊費超標 那我就真的查一查 到底這個團隊旅遊費超標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我在大陸的支付網站上找到一篇文章 是在8月19日發布的 裡面提到 說老胡未經審批擅自去波蘭公款旅遊 受到了行政警告處分 和副總編輯向中央紀委駐社紀檢組 作出了深刻的書面檢查 並且分別向報社的計裁部 推回個人應該承擔的有關費用 6417.9 這件事也是真的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個兒子在加拿大呢 最好由他本人自己出來交代 那至於 除了老胡這宗消息以外 最近大陸有些自媒體 又揭秘胡錫進的收入 原來都相當驚人 我在百度網站上找到這篇文章 他就說我們要搞清楚 胡錫進一年的收入來源 據央視的前記者白岩松 薩貝寧等人的介紹 胡錫進一年的收入 是來自兩個方面的 第一 胡錫進本身就是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也是人民網的董事 因此 胡錫進每年都有些工資收入 第二 胡錫進在抖音 今日頭條等的自媒體平台上 有著千萬個粉絲 因此 老胡是自媒體達人 而且老胡的產量也很高 圖文視頻等作品 經常發布 故此 每年都有些額外收入 先說他的工資收入 胡錫進在環球時報工作了23年 其中有15年是做總編輯 據了解 環球時報就是人民網的下級單位 作為總編輯 每年工資收入 就是50萬元 講完工資收入 就到額外收入 因為他有千萬粉絲的緣故 他的自媒體收益 可以達到1200萬元 原來他這麼厲害 到底這個自媒體所說的 是堅定流 是挖眾取寵 還是鐵證如山 老胡又要解答一下 為什麼有人會這樣說呢 接著 這篇文章還說到 去到2000年以後 老胡才有一套兩房單位 老胡有錢之後 在北京買了一棟豪宅 價值2500萬 老胡又要解答一下 究竟這個指控是真還是假的呢 若然是假的時候 那被人誤會就不好了 是不是 你又是為黨保駕護航 那些五毛三毛 現在還說有些減到兩毛 又是為黨保駕護航 人家發貼文 只有兩毛錢 你又說 不知道什麼五十萬 又一千兩百萬 又如何又兩千五百萬 天文數字 發多少個貼 發到手指起簡 都未曾發得到 這麼多錢 避免給小粉紅 希望老胡都會出來解釋一下 究竟這些自媒體 又或者鳳凰網前記者 說的是真還是假的 假的 又繼續說是假的 好過被人亂說 胡錫進 原來最近還寫了一條貼文 去罵網民 他罵什麼呢 他說外交部發言人說的 是給外國人聽的 尤其是當他們用Twitter說話的時候 無奈中國有一幫幫美國政府的自乾近衛軍 什麼叫自乾呢 即是自己貼錢 沒有錢收的 本身呢 就有個術語叫做自乾五 什麼叫自乾五 即是自己貼錢 即是五毛沒有錢收的 老胡就改了自乾五 變成自乾近衛軍 即是二次創作 唉 抵他紅 這麼厲害 好了 老胡還說 這一幫自乾近衛軍 盯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每一句說話 整天是美國人都還沒叫 他們就先叫起來 哈哈 能不能夠不要這麼賤 這個老胡說話 就真是狗口掌不出象牙 如果你認為那些網民所說的話 是沒有根據的 是沒有論點的 你就用道理來去駁斥他 你需要留一個賤嗎 到底什麼賤 是品格卑賤 還是貧賤 如果說貧賤 一定不夠你這麼富貴 你說人家賤 怎麼為之賤 掃諸於人身攻擊 有什麼用 難道別人就留一句說你人渣 這些完全就變了 流於空泛和沒有意義的 都不是討論 這些叫撥虎麻糟 你身為一個官媒總編輯 怎麼能夠就這樣說人家賤 是不是 你有沒有論點 往往就是掃諸這些情緒有屁用 原來你收金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收金五十萬 一年 如果是的話 真的不夠水準 你這樣說人家賤 那些網民 你看不過眼 真的離譜 而且他還說 有些平頭品足為了美國打抱不平的人 在他眼中不是專業不專業的問題 而是屁股坐歪了 那些人又可以說你 是屁股坐著的腦袋來說話 什麼叫屁股坐歪了 唉 真的說完這些說話 完全就不匹配一個總編輯的身份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